人穷不怕被笑 不懂佛法真贫穷 但是还是要讲这句话 有钱真好 因为你没钱怎么来加拿大呢 但是有钱是个修行 有钱是个修行 你没有修行 你怎么有钱呢 所以人家很有钱 你要随喜随喜 人家过去有修 修福报 有钱是果 那一定有不实的因 有钱的因 如何有钱 孝顺的父母 帮助贫穷 供养三宝 所以佛教有一个故事 有一位长者 他真的是很好心 印度穷人很多 他每天就煮很多稀饭 给他们吃不实 给他们一些钱 生病了呢 给他们一点药 但是穷人越来越多 一百个 两百个 四百个 变成一两千个 他是在应付不来了 没钱了 他就跑去找佛陀 佛陀 你要我们布施 我们真的很认真布施 但现在没办法了 很痛苦 佛陀说 没有关系 你有这种布施的心 那光靠你的力量是不行的 这个佛教呢 这个佛教呢 还有这种福利 法利不可思议 那佛陀说 我教你念一个佛 你要经常念 念一下 南魔 磁金刚 海音如来 佛陀说 这一尊佛发愿 如果有人真心要利益众生 金钱 要 念他的名字 念他的咒语 自然你的仓库就会 很多钱 所以 那这个咒叫 宝宇咒 宝宇咒就是 珠宝像羽亚 下到你的仓库 让你更有能力 去帮助别人 要不要备啊 当然要 但是讲好了 这个钱不是拿来 给你买房子咯 这个钱下到你家 是叫你去帮别人咯 你还是要骑脚踏车咯 念一下 宝 瓦斯多利 萨博和 宝 瓦斯多利 萨博和 宝 瓦斯多利 萨博和 那叫 宝宇宙 念一下 启请一下 南魔 磁金刚 海音如来 然后念这个 宝瓦斯多利 萨博和的时候 观想这些财宝 就落入了 慈善单位啊 一些 帮助别人的人 希望他们越来越有钱啊 能够真实去落实 那这样去念 对自己 帮助很大 所以 这位长者就这样 哦 他就开始变得 更多的金钱 所以这个也叫什么 宝 念一下 无病发财宝 又不生病 又会发财 所以 南魔 瓦斯金刚 海音如来 萨博和 宝斯多利 说 各位要背 为什么 不是为你背 只要到人家家里 到人家公司 到人家寺廟 我们都要一直念 像我每次碰到法师 就一直 老师法师 你们发财啊 信徒有福报啊 对不对 我无法说 多利说 除了这个佛力 还要把自己的 善根力布施在那边 因为我们 不断地去布施 累积很多功德 各位 要懂得回向 回向力量很大 我今天 布施十万块 我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众生 哇 那你这个十万 明天就变二十万 后天变四十万 一直到你成佛 你看变多少 所以回向就是说 你把小小的雨滴 滴到大海里面 所有大海 都有你的雨滴 如果你没有这样回向 你这个小雨滴 一下就蒸发掉 回向里面 还有一个故事 我也觉得很好 再讲一遍 释迦牟尼佛有一天 农历十四号 傍晚 在树下打坐 那时候没有人 没有太阳 就会有五百个鬼 就跑到佛陀面前来 然后鬼在哭 佛陀问说 你们哭什么 然后这五百个鬼就说 尊贵的佛陀 我要麻烦你们 明天 我们的五百个子孙 我们这些老鬼的子孙 会到你的经社 去做功德 去供养三宝 请求佛陀你 告诉他们 我们的子孙 我们很痛苦 请他们把这个 供养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 希望我们离苦 佛陀说 好 但是有一个条件 明天法会 你们一定要来参加 那些鬼就难过了 第一个 进不来 第二个 进得来 又怕人家 看到他鬼的样子 因为他子孙在 佛陀说 你放心 我会安排 结果隔天 法会半到一半 佛陀说 大家中间 让一下 有贵宾来了 就一让开 五百个鬼出来了 全部人拔腿就跑 佛陀说 你不要跑 这些都是你们的祖先 回来 回来 我们只要把我们今天 供养三宝 参加法会的功德 回向给他们 他们就可以离苦了 大家就乖乖合掌 愿于所修筑功德 回向我们的过去老祖先 结果五百个祖先 马上就升天 在天上放光 顶礼佛陀 大家才知道 原来我们做功德 这样回向力量这么大 所以佛陀就讲了 回向的意义 所以我想 如果我们要得到福报 最主要的功德是什么 随喜功德 普接回向 所以我们走到哪里都要随喜 看到别人住大房子 随喜随喜 你福报 看到人家长得漂亮 随喜随喜 不然你会越矮 我跟你讲 嫉妒的人会矮小 我们第一位 随喜随 你不要说 穿那么性感干嘛 你要随喜人家 人家有性感的本权力 没有呢 对不对 有些人学佛了 很骄傲 长那么高干嘛 拜佛最好 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调侃人家 人家长得比你高 也修得比你不错 至少那一部分 你要随喜随喜随喜 所以各位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世界这么多人 在造佛像 印佛经 造佛塔 出家 供养 出家人 参加法会 各位要怎么样 来 普接随喜 那随喜以后 你就具足这些力量 这一个最难相信 对方布施一百块 我在旁边合掌 随喜 我功德都比他大 所以有一个故事 各位都听过了 那个阿瑟士王 为了 修功德 他又办了七天的 供佛摘生大法会 供养供养 但是 每天供养完 佛陀就说 今天功德主是谁 对不对 阿瑟士王就站起来 我说等一下 不是你了 我就念一个 不认识的人的名字 奇怪 阿瑟士王不高兴 怎么不是我呢 钱都我出的 第二天 佛陀又念 阿瑟士王到底哪一位 我就比较后面 有一个乞丐 因为那个乞丐 阿瑟士王供养 他是乞丐 然后呢 他们供养出家完以后 就会留一点给乞丐 这个乞丐 拿这个饭出来 哎呀 随喜国王功德啊 感恩佛陀慈悲啊 所以他功德比国王大 然后那个来宰相知道了 哎 既然如此 他跟国王说 国王我有办法 功德主一定辨你 然后第三天 饭菜要到那边的时候 派人家打那个乞丐 不给他饭 还打他 那个乞丐起了 忠忿心 这家不用随喜了 所以功德 变成阿瑟士王 所以各位你要 你走到哪里都要随喜 但是不要慎喜 随喜完以后 还要普接回向 因为如果你不回向 功德一生气又没有了 早上你布施了 到我们寺庙 布施了一万块 高兴了不得了 晚上就跟你老公吵架 没有了 火烧功德灵 但是如果你做完功德 马上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我马上回向完了 那这个功德永远跟着你 那各位要具足这些功德 所以我海涛 以我累劫修行功德 供养各位 各位你要说 赶快 你晚上睡不着了 就像吃饱饭 我真的修了很多功德 我每天 每天至少点两万盏灯 每天至少有二十到五十盏 大放生 烟供 照佛像 你要一直念随喜 沙都沙都沙都 我那天去 看到我们照须法师 哇 土地好大 说要告甘露禅师 随喜功德 昨天八关灾计 我赶快掏一千块 功德了我的 随喜打斋 我都用我妈妈名字 为什么用妈妈名字 你用母亲的名字 功德变百万 孝顺 所以两个名字可以用 一个是母亲 一个是众生 所以用我的名字 所以有一个菩萨 很会做功德 然后都用他的名字 然后他就问 他说 冤亲在主都没操作 我说对啊 你从不用你冤亲在主的名字 做功德 所以各位 你要把你的冤亲在主 取个名字 像我的冤亲在主 叫福恩 我讲给你听 就叫你回想给我的意思 福恩 所以我都用 如果哪里不顺 身体不顺 我就用福恩 去做功德 点灯放生 那福恩有福报了 不欠他在了 我就OK了 所以你要用冤亲的 这个里面佛教很喜欢 就达到无我 你就没有我的名字 妈妈 在主 众生 所以让自己 习惯这样 习惯这样 不然你 你捡了五十万 没念我名字 不舒服的 所以我一直念福恩 大家知道 欧能海盗法师 福恩吗 那时候无论如何 各位要 要做累积这些功德 因为你累积这些功德 你到每一个地方 就可以把功德 布施到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 会更有福报 那你不是福报更大吗 因为你一直在付出 所以我每次要 叫各位念这个 所以念是 欧阿欧 欧就是把你自己 身体所做的功德 阿就是把你嘴巴 念佛诵经所做的功德 欧就是把你的这种 利他的心的功德 通通不是给对方 叫欧阿欧 那除了自己的功德不够 欧阿欧也代表 诸佛菩萨身口意的功德 所以你念欧阿欧 诸佛菩萨的身口意 就可以净化对方的身口意 所以祈求诸佛菩萨的功德 加持对方 也把自己身口意的功德 布施给对方 然后呢 欧阿欧 那你越布施 你自己就越踏实 舍一得万 所以我想 缺什么你就布施什么 很简单 腿不好 布施鞋子 眼睛不好 布施眼药水 胃不好 布施胃药 所以佛陀也要在一部 叫功德经里面 讲了很多 布施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以前 看到很多人走来走去 没有厕所 所以他就去盖公共厕所 因为这样 佛陀生生世世不会拉肚子 再怎么东西给他吃也不拉肚子 除了佛陀最后一次释现 故意吃纯陀的毒香菇 是故意释现的 要让他自己拉肚子 然后呢这样死亡 所以生病死亡 这是佛陀视线 除此之外 佛陀说他从来没有 因为他过去是布施厕所 阿难陀 阿难陀像好庄严 三十像 为什么 布施给出家人洗澡的用具 所以各位有人要盖寺庙 师父 厕所多少钱 浴缸多少钱 对不对 就解决了 布施 那你钱少一点 毛巾也可以 肥皂更好 牙齿痛吗 不是牙刷 牙膏 那有一部叫佛说布施经 各位说上网 他告诉你 布施什么 布施什么 那这样以后 事实上这个就是种福田 如果你 你现在外面找不到法师 那你就供养爸爸妈妈 还有 拜祖先 我不知道各位移民到加拿大 祖先有没有带出来 要哦 你不要说不要哦 有些人的借口说 不敢拜 我一拜拜 我儿子不拜怎么办 祖先你就拿一个牌位 红色的 纸就好了 姓陈写个 陈氏历代祖先 然后旁边要加个 妻子父母 杨上名字写好 就放着 就好了 早晚 供水啊 供水果 这是非常大的功德 因为这个是世间福报 孝顺 孝顺不是光现在的爸爸妈妈 七世父 历代祖先 一定要孝顺 那孝顺是希望他们离苦 所以你为他们念经 供佛 然后呢 也布施食物 那这样你会有世间很大的福田 所以你仔细去观察 仔细细细去观察 这个世间很多很有钱的 他们的基本就是孝顺 当然孝顺是一个起因 再来就是口业很重要 守口如瓶 所以玉皇大帝是 说我们中国人认为 玉界天里面算福报最大的 虽然它是第二天 但是它是福报最大 那玉皇大帝 这时候有这么大的福报 是什么 念一下 守五戒 修七功德 所以各位 虽然你很会修福报 如果你破五戒 福报就会不见 所以要守五戒 等一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喝酒 这个各位都会背 佛陀说 你守一条戒 就有升天的福报了 很光守五戒 那七德行呢 来背一下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不骗人 讲话柔软 就是不骂人的意思 不背后说是非 慷慨不失 不动气 这七条要守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讲话柔软 不背后批评 不骗人 慷慨不失 不动气 不是不生气 是不要动 要忍 所以佛陀说 忍入的功德 超过一词戒 词戒的功德 超过一不失 那幼皇大帝 就圆满了 七德行 所以成为 套利天主 那太阳呢 太阳里面 有个太阳 日公天子 月亮 有个月公天子 他们是 二十八护法 也是个大福报者 他们修了 四种功德 念一下 孝顺 慈戒 供养出家众 典灯 他做了这四个功德 第二年是 孝顺 慈戒 布施 就是供养生众 典灯 特别典灯 所以他们亮 日公月公 那现在的太阳 日公天子 他已经到了 补触菩萨 补触菩萨 已经像兜率天的 补触菩萨的 叫死一地了 但是你想想看 他什么时候成佛呢 他是在 衔接 千佛以后 才成佛 哇 这个太阳照得可久了 你要知道 做菩萨 二十四小时 都在用他的悲心 没有悲心 就没有阳光 就没有热度 他一直累积 这些功德圆满 到衔接 千佛 无量的时间 他才会成佛 但是如果 他没有累积 这个功德 没办法 就像 弥勒菩萨 每天 六次 礼拜十方诸佛 替众生 忏悔 弥勒菩萨是用 这个方便法门 他不是修苦行 替所有众生 忏悔 忏悔到 所有众生 业障消除 那个时候 他来忏服 那时候 人的寿命 八万岁 所以 那我想 我们为了修福报 福报的基本 念一下 慈戒 不失 慈戒得升天 不失得大富 忍辱过一切 如果你修忍辱 那更好 也超过 不失慈戒 所以佛陀的福报 向好庄严 就是从 不失慈戒 忍辱来的 那 那不失慈戒 忍辱 就可以消除你 贫穷痛苦的因 什么 贪心 伤害 跟称慧 就是正思维 正思维 就是消除 贪心 称慧 跟伤害 所以不失 消除贪心 慈戒 消除伤害 忍辱 消除称慧 所以倒过来说 各位你要得到一个 富贵 富足的人生 你不能有 贪心 称慧 伤害的想法 至少要减到最底 所以透过不失 你可以 不但可以 结善缘 又可以消除 自己的贪欲 透过忍辱 可以消除 自己的称慧 还能够 累积广大的福报 我讲这个 特别修菩萨道 如果福报不够 你一下就要进入 我要修禅定 我要修密称 修空性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前面所做的 我们佛教叫 这叫出击 叫下世道 我们修行分座 下世道叫人天福报 中世道叫解脱道 上世道叫菩萨道 那你要达到菩萨道 那你一定要下世道 中世道要修得好 实修 不是看书看完了 菩萨道次第 看到上面 然后就开始修上面 下面都没修 那你就变成一种学术派 学术理论研究者 对你也没帮助 因为你没有那个实际的资粮 你要去修菩提心 修空性的智慧 所以那下世道 圆满了 不时持戒 刚刚讲的 包括孝顺父母 那进一步你要体悟无常 为什么 刚刚所讲的快乐福报 都是暂时的 不永恒的 佛教叫有漏的 有漏的 不就近的 你让你做皇帝在久 让你做天地在久 就像刚刚我们 今天这个叫 希尔顿 对不对 我们站着法子 师父你知道吗 这个希尔顿现在的老板 是第三代那个美女 是吗 我说对 那我们要调查调查 那上辈子造什么因呢 为什么这个 这么美又有钱呢 人家一定造什么因 我们好好来水洗它 对不对 那问谁呢 拔杯啊 上辈子 我有名 我老实讲 我缅甸有一位老和尚 是我的老师 他是禅修 正入 入禅定 开发神通 不是通灵 问他这个就很懂 因为我 我觉得这样有好处 因为我会相信因果多一点 只是他跟我说 他闭关这三年 对他相信观音菩萨 他说闭关 他是按照 四身体 绝脱照 在修 但是他很认真 在定中 看到观音菩萨 所以他说观音菩萨 也教他各种修行的方法 所以虽然他是修南传的 但是呢 他内心里面 对于观音菩萨 中国佛教很尊敬 那我认为说 这种神通还可以 这个已经超越他的巴黎文了 如果巴黎文是不沉润这些的 但是至少 他把这些真相讲得很清楚 譬如说 因为我就带很多信徒去问他问题 怎么办 有个信徒说 我老公可能会有外遇 那牢上怎么办呢 他说很简单 送一个枕头给出家人睡 你老公就不会跟别人睡 有道理 他说绵甸就是这种方法 你送枕头给出家人睡 所以这边好几个 我在台湾一讲 收了一大堆枕头 真的有用 我跟你讲 还有身体会痠痛的人 也要送枕头给出家人睡 因为出家人是福田 他睡了枕头很舒服 就不痠痛 那你身体就不痠痛 有没有道理 我就跟老婆上说 你这个还很合道理的 他说这个是缅甸佛教的传承 还有你希望你的儿子 不要做坏人都做善事 因为很多人烦恼 那就问老婆上说 送拐杖给出家人 因为出家人如果需要拐杖 他就会不会跌倒 意思是说他会走正路 那我爸爸那时候 85岁开始 就是不能自己上厕所 要人家赴 我就很担心 我每天从外面到浴室 都给他铺地毯 就把他跌倒 我每天担心的不得了 请一两个人 因为我爸爸又高又壮 那我就很担心 所以担心到后来 没办法就问老儿上 那是五年前 老儿上说 送十二支拐杖去老人院 给其他老人保证不跌倒 我爸爸到89岁 往生没有跌倒过 这是真的哦 我讲完你们就 那海大法师带我们去嘛 放心好了 答案都帮你收集好了 大家的问题 大概150个真人真事 得到实验成功的案例 包括我哥哥 我哥哥癌症末期 脑瘤4.5公分 因为他似乎陷癌 我请他吃素 那就好一点 后来又吃肉 又发作 到了第四次 就到这边了 那我哥哥跟我哥哥说 你不能死 我哥哥说 我当然不想死 因为你死 我妈会伤心死 不行的 所以我说 你还是要坚持吃素 然后我就 特别为这个事情 跑到缅甸 问这个 老法师说 叫你哥哥一定要吃素 我讲了 他有生痛吗 第二个 请赶快为他种两颗椰子在寺庙 各位要记哦 椰子代表头部 头部怕中风 头痛 你就要种椰子 所以我马上替我大哥 种两颗椰子 怕他无聊 就请他念普门品 他说他念得快背起来了 此数 结果这样开刀以后 非常圆满 到现在 变了一个人 很亲切温柔 天天陪我妈吃饭 以前不陪的 因为他为什么不能吃素 他老婆说 开刀怎么吃素 吃素不是找死吗 西方思想 对不对 那没办法 所以他没办法吃素 不能谁煮给他吃 那我说还不简单 你天天陪我妈吃 我妈没人陪她吃饭 你陪她吃又孝顺 对不对 所以他 他现在很相信 因为这个是符合佛教原理的 房子卖不出去怎么办 有方法 什么方法呢 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说 你要把那个房子前面的土地 用很多水把它扫得很干净 洗干净 土地工就很高兴 从来没有人要洗我的 洗干净以后 拿一个真正的竹子 在出门的右边敲十七下 就好像给他烧痒一样 敲完以后发个愿 土地工啊 如果你让我房子卖出去呢 我就去供养 照须发十一百块 然后发完愿以后 OK了 但是如果你房子要顶出去 譬如说是店面 那怎么办 他说 那家放一杯水在楼上 供养水给土地工 那一杯水供养他 那这个房子就容易顶出去 这个都做过实验了 我还会调查 当这个人问了这个问题以后 我去调查 他到底有没有用 所以 有人自杀怎么办 要为他点三盏灯 灯上面要摆水 因为在缅甸泰国叫水灯超度自杀者 那这些方法就是佛法 虽然问的人是为他自己 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为众生 所以所谓大乘佛教不是说你读地藏经是大乘佛教 而是你有利益众生的心就叫大乘佛教 所以膝盖痛怎么办 腰痛怎么办 都有答案 还有夫妻希望感情好一点怎么办 回去看你们夫妻的相框 如果是黑色的赶快换掉 一定要红色的相框 或是红色的圆圈围起来 最好用红色的金刚节绑起来 然后那夫妻就不会吵架 再来供养包子供佛夫妻不会吵架 再来不希望发生错误的爱情 要供养素包子供佛 就不会有错误的爱情去爱上赵旭法师 这个要问清楚 所以这些男女朋友 我经常吵架怎么办 供养白糖 供佛 所以缅甸 他不是说你修行什么 是你供养什么 以佛的力量来化解这些事件痛苦 这是缅甸的传承 而且缅甸人深信不疑 因为他们都失证了 所以你到缅甸来看 通通都是椰子 通通都是香蕉 为什么要跟他香蕉 不会漏财 消除障碍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